增加了 其实在资料库里面应用 最重要就是新增 把资料写 刚刚问题是要把它读出来 我们刚刚会用到SQLite Browser 虽然也是方便 可是还是好像会需要多一个软体 多一个程式才能办到 那如果我今天我不需要 我不想要用那个程式 那我要怎么样把资料读出来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要再学 这个除了新增以外 第二个查询 新增的话就是写进去 就是查询的话就读出来 所以就是双向的 写就insert into 那读的话就是slate slate 然后你告诉他说哪些栏位 flang哪个table 甚至你可以做筛选 其实在Excel里面 其实就类似这样筛选功能 你要筛选什么资料 然后帮我把它从资料库捞回来 ok 那再来的话呢 会写进去读出来 当然就差不多够了 另外呢 其次的话 你还可以做到什么 比如说我不要拿一笔 我可以delete 那如果我要修改 比如说有某个会员 讲他电话改了 那你要具备update功能 有没有删除或修改 那大致上 我想资料库的存取 这四个 其实就够了 因为我发现以前写专 写来有些什么新增查询 删除修改 好像就差不多了 有种事情很多都够了 那其他重不重要 其他也重要了 是很少用 需要的时候再查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四个是应该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查询 其实查询也非常简单 请各位一样就是说 把刚刚这个 如果你要做查询的话 我现在再秀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要查询的话 其实前面的几行 就是前面三个动作 都一样 我把它查出来 给各位看 刚刚的东西 帮我查出来 秀在底下 那查询的话 特别注意 其实查询的前面三行 有没有 Input SecretLite 3 Connect的一样 所以其实你 甚至可以拿前面这三行复制 甚至应该说前面五行吧 其实都一样 你可以怎样把它复制一下 那怎么去查 其实底下的话 我们来把它重新再run一下 其实前面几行都一样 只是说你可能要改哪个地方 第一个 我们必须把上面这一个 CreateTable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跟他讲说 我现在要查 我不是要建Table 然后跟他讲说 Slate Star 就是所有的栏位 或者你看 如果你要选哪几个栏位 你跟他打哪个栏位 From哪个Table Table名称叫Table 什么呢 我要02 OK 这样就可以了 但后面如果你要筛选 你就会会有哪个栏位 给他一个like 或等于小于大于 等于你可以比对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execute execute这个就是意思说 你帮我查这个东西 但是查完之后特别注意 他会帮你把查完的结果多一个东西 放在哪里呢 放在cursor里面 所以这边有个cursor 请你把这个cursor 放在这个com.q前面 意思就是说呢 他把这一个查询的seql 这个指令丢给资料库 那资料库查完了 可是查完之后 他会回来给你什么 给你刚刚那一个表格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其实他主要是把那个 cursor这个里面的东西 就这个东西丢回来给你 不包含栏位名称 OK 所以丢回来之后怎么样 你要必须有个地方给他放 放哪里 放cursor 这个cursor指的就是说 查回来的那个表格 我把它放cursor 那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把它列出来 当然可能你要先print一个什么 因为上面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可能你就是自己 把那个栏位名称加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几个栏位名称 可能就编号 用英文也可以 然后这边加一个tab 或者豆点都可以 然后tl 两个栏位 这边应该这个 反斜线t 这个反斜线t就是加一个tab OK 然后enter之后 再把什么呢 把这个cursor里面所有的列 一个一个读出来 所以你这边必须要写个for回圈 这个名称也是变数 这个名称也是变数 in 哪里 in 这个cursor 所以这个cursor的话 你又把它放在这个后面 在这个cursor里面 把它怎么样呢 全部读出来 然后后面再一个冒号 然后做什么呢 print它 那print的特别注意 第一个东西的话就是row row里面的话就列 这第0个 第0个就是它 它抓的话就是横向一列 然后第0个 串接的话 后面的话我就再串接 一个什么呢 而且我串一个反斜线T好了 一样反斜线 那后面的话再串第二个储存格的资料 就是row里面的这个第1个的 OK 所以前面这个是指的是编号 那这个是指的是它电话号码 那就一个一个帮我把它print出来了 它乘式就写完了 大概就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test看看 它能不能帮我把资料 连线 查回来 放在cursor 并且先 输出一个栏位名称 再把资料一个个把它做输出 看一下 OK 这边的话会出现错误 什么错误呢 TypeL 为什么TypeL 因为我们的什么呢 第1栏是Lumber Lumber是形态什么 Integer Integer是数字 所以如果跟什么 后面这个文字串会出 那怎么样 加一个str就好了 把它转型 OK 然后转型 好 这样应该OK的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输出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个刻舍里面到底放什么 其实就放这个东西 抓一个肉的话 就是这样 把它切开来 这个就是肉 刮糊一 这个就是肉 刮糊一 然后一个一个帮我抓出来 最后绣出就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是所谓的把资料在从什么 资料库捞出来 写进去 捞出来 OK 好来试一下 请各位 刚没切 试一下这个部分 关键的地方就是slate 所以 城市没几行 有没有 前面的五行 前面三行一模一样 第四跟第五 第五行是因为它要return 所以特别之后 它返还一个查出来的结果 所以呢 前面要加一个cursor等于 它去接它 接什么 接我们刚刚查回来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是先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cursor里面 OK 放在cursor里面 那因为这个cursor里面呢 总共有1、2、3笔资料嘛 所以我就一个一个的 所以这里下回圈是for each row 每一列 然后所以第一列先放进来 然后抓它里面的编号 跟抓它里面的电话 那足以足以足以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啊 这个回圈也是基本款 OK 前面我一直讲过 如果你对这东西不熟 以后怎么写 你要再写其他东西 那当然问题就很大了 更不要什么深度学习 现在 这个 还没到深度就已经挂掉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以后你要弄这东西啦 我跟各位讲 这都是最最最最基本的 OK 不管你写什么 拍摄的写的写 你都会遇到这些东西 OK 尤其是for回圈 那for each的写法是这样啊 for i的写法 for i 你又另外一种 这两个你要很熟哦 那for each是全部读啦 for i是读部分 从哪个到哪一个 OK 这个可能要很熟练啦 如果你不熟练说真的以后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曾是写错了 OK 而且其实我写来写去都尽量不要不要变化太大 那我怕你们一下要变化一个东西出来 你没有讲过 那我尽量还是写一样好 不然的话每次都要再有新的东西要重新再叙述一遍 哇 太辛苦了 所以尽量我用的方法都蛮固定的 好 你就照着方法啦 我想应该没有写不出来的 那最后面的画面啊 再加上呢 有新增 有查询 有删除 有修改 那大体上你大概就具备大部分需要操作资料库所需要的方法 所以资料库你又问你说最重要应该选哪四个最重要的那个操作的方法 就是新增查询 删除修改 我们已经讲了新增的 insert into 查询也ok了 再来就删除修改 好 后面的话就变化一下 你可以变出很多 一个进销存系统嘛 写来写去都这些人啦 ok你说它有什么东西 那做报表呢 你需要就把slate语法 做筛选 然后你就可以把报表产生了 然后你有data过来 你再去配合视觉画输出你要的图表 他就帮你画出你要的图 然后你要画几个你又画几个 马上可以显示出来 ok 那其实都不是太复杂的 而且规则都跟这个差不多 反正一定会有回圈 所以如果你对for回圈不熟的同学 请务必把这些熟练吧 以后你会写越写越顺畅 然后可以是 这个如果你写别的也可以 没有没有这个如果你写别的也可以 你for r 也可以 for a 也可以 只是说那个名称刚好 我是把它看成它就是一列 好没有 所以就是用如果来当成它的名称 会比较好理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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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